打他 這是什麼 我可不喜歡吃甜食 喔不過 差不多到了給惡臣的小鬼吃甜食的時間了 誰能替我餵啊 這傢伙 還不能打欸 好可惡 那東西還沒完成 不要隨便碰 壞掉法單堆積如山啊 還蠻順的欸 你這盆著有興趣嗎 小龍超威嚴的 不是嗎 我不能打他嗎 海裡平面圖喔 我現在鎖在地 客廳廚房 浴室 拉到二層 這邊也有 那果實可以吃 你長得好醜喔 正面對決 嫩 為什麼我打不了這隻蛤 這個蛤啊 他到底可不可以打 為什麼我覺得每次打都沒效啊 又一個古舊法單 又一個古舊法單 為什麼要說又 靈藥喔 看你的 和我的錄音機一模一樣 要去廚房給他吃東西 那個老闆喔 沒關係我等一下就過去好了 我先上來這邊 他是不是說要為什麼 為什麼奇奇怪怪的人嗎 等一下這個地方該不會是他的 房間吧 跟他房間很像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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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打得到 只是很難而已 欸 欸 等一下 這兩個 這兩個背影 有點像那個 虎貨跟 翡翠 是不是 肚子餓了 吃糖嗎 給做的 謝謝你 我們可以成為你的朋友喔 我們是朋友了 那我可以吃了你嗎 呵呵 我們是朋友了 其實是好朋友 好人嘛 我們可以成為你的朋友 沒好人啦 沒好人啦 沒好人是不是啦 可以喔 那是打得掉的 唉唷 兩隻 三隻 四隻 唉唷 剛好敢來送菜 唉唷 喔唷 我以為要來跟我送菜的說 乾 啊 三姥姥還在啦 喔 贏啦 三姥姥 你去外面找那個 找妹妹啦 他這個 這個降得太快了啦 唉唷 三姥姥 你怎麼在這裡啦 沒有吃的啊 他只有糖果而已啊 廚房這邊 他也只剩糖果啦 他三姥姥打不死 好煩喔 小狗們好像很開心嘛 你怎麼能把我當成仆人使喚 或是這麼說啦 我又離不開這裡 你這麼說想蒙混過關吧 畢竟有四處有奇怪的傢伙轉來轉去 你手裡拿著的那個噁心的東西 他叫什麼 他叫羽肉先生 羽肉先生 和小姐你不一樣 手裡可沒有什麼 羽肉先生 隨便行動會被那些東西吃掉 是嗎 怕有東西來 好了好了 不要那麼著急嘛 欸 一定好的 喔 順便那把鑰匙是 工作室後門的鑰匙 去後門 得先從投資門出去 從外面繞過去喔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有什麼辦法 那邊的鑰匙已經被那家人拿走了 加油 大師傅給你 加油加油 蛤 背地也給你們加油 我好像把他的東西都 毀掉 那一定很好玩 我真的覺得這個老太婆 只是來給我添賭的 他根本就殺不死吧 欸魔王恩恩 晚上好喔 欸欸欸欸 這什麼 這什麼情況 那個是 吃掉了 嫩 好嫩 好吃 來來來 來來 其實他沒有難度很高欸 我是打怪來說啦 終於可以見到阿清哥了 好 成大 這是萬能藥 欸等一下 該不會有什麼四季大戰吧 阿清哥你在哪裡 而且那個青為什麼突然變成 靜面智了 阿清哥 是我我是光阿 我認識的人受傷了 拜託你幫幫我 你可以打WP93625 安安 晚上好 雕刻刀 那回事 對不起 我只是一時走火入魔 喂 阿清哥 嚇死啊 哼 事到如今我都和你說清楚吧 不是阿清哥 你不是想要我建議嗎 挺好啦 你做的髮簪啊 都是玩具啊 欸 那張髮簪都是外行的在做的 欸 你快點吼 我還不知道建設來拿給別人看 而且你吼 連主機的工作 都做不好 平衡時吼 理直氣壯的一口別人 吼 你面白有夠厚的吼 會有追逐戰嗎 呃打怪吧 他算打怪啦 沒有沒開我開台的阿 我有一個多禮拜沒開了 呵呵呵 最近剛好比較忙阿 而且你吼 不知天高地豪 哪有把遠大志向 掛在這邊 啊 自己吼 不努力啦 我四處去歧途 我問說有什麼建議 笑死人 你是無法成為獨當一面的自真人 我最討厭的就是你這種不正經的人 以世界的人格是相反 所以他這是另外一個世界嗎 那法詹小姐又是誰 笨手 喂 說了點什麼 所以這是 其實阿青是 青 青是很關心他的 只是在另外一方面 另一個世界 反而會覺得他是個累贅 他是個垃圾 他是個白癡 低能智障就對了 為什麼 連這種傢伙 都要這樣讓他罵嗎 總是這樣 我總是被人說這說那的 不甘心 喔 我和小姐你不一樣 手裡可能沒有什麼 雨露先生 別擺出那種表情 他可是今後也會幫助你的可靠保鏢了 小光拜託 快按雨露先生的協力趕走他吧 雨露先生 你的夥伴 魚露先生 對了 現在我身邊還有雨露先生 現在我身邊還有雨露先生 放開我 等一下隨便蓋關定論 哎呀 你用這種東西 怕什麼 你也就現在能假裝游刃有餘了 來啊 PK 一次 靠腰 一次只能打一擊 趕快要跑了 奇怪什麼意思 我可以先 啊 屁啦 別講台語啦 不要我就喜歡講怎麼樣 中啊 又不是看不懂 一拳打死 對啊 而且我血應該是滿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我血沒有滿 好難打喔 他速度會變快 啊 噗噗 沒有我只能打到第一下 第二下開始的話 我要依靠那個 依靠那個冰柱來打 好難喔 好難喔 那我調難度呢 我先試看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嫩逼 哈哈哈哈 上面的火焰是 是 羽肉先生 他是一個會專門吃妖怪的妖怪 然後如果 那是他的飢餓值 如果你在那個飢餓值下降的時候 你都還沒給他吃東西 填飽他的飢餓的話 他就會被反噬 他就會被反噬 啊 接下來你爽了齁 本手做的事情 孤零也是本手啦 你也罵爽了吧 我 我 我總是被大家看不起 被大家嘲笑 每次我見到誰 他們都讓我努力 可是我 我也不想輸給任何人 每一天都在努力啊 你這種人 怎麼可能理解我的心情 唉 喔喔喔喔喔 吃掉了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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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欸小伙先生晚上好喔 不是吧 血 血啊 痾啊 痾啊 蛤?這樣就暈了喔 太嫩了吧 這樣就暈了 你沒事吧 沒事 你很害怕的啊 沒事的 摸摸 完成成就 奇怪的城鎮 打倒敵人 13隻 所以那個誰是可以打倒的喔 是嗎 所以那個三腦是可以打倒的喔 量 真假的 我以為三腦不能打倒我才跑欸 第二張 愉快的舞台 欸我完了 一個小時 才到第一章節才結束喔 好像做了個怪夢 別把剋刀還回去 誒 剋刀去哪裡了 天啊那麼亮了 睡過頭了 喔 感謝魔王的host喔 謝謝你 真是的 幹什麼啊 你們來這室來吵架是不是 你給我走了呢 抱歉 十分抱歉 真的明白嗎 其實你手怎麼了 你自我論事不夠清醒啊 再也不許做這種事喔 他們兩個在打架是不是 你又在玩 你修好那個 快過來了 所以如果 照剛剛玉純講說就是理事界 理事界的他 理事界的清跟現世的清相反的話 代表他其實一直對那個 小光 比較好囉 但是 他根本就沒有覺得小光是垃圾 他的方法他也認為他很努力這樣嗎 他的傷著手 跟孟尼他的著手怎麼可能 只是夢 他叫阿金哥也一點不像 討厭 快忘記那種夢吧 唉 真不想去工作室 光 今天早上你工作真努力啊 蛤 你總是給清天麻煩 是可兒子吧 真是 老是給他沒事找事 你不要總是依靠清 也要讓他放心一次 是 快去幹活 手受傷不能捏壽司 他們也沒有要捏壽司 他們也是負責 製作法沾而已啊 神儀 你把燉菜拿給清 是 再來一碗 欸 光 你今天吃好少喔 那我就全拿去吃喔 喂 三郎你吵死了 安靜點 對不起 三郎 你不用那麼 狼吞虎咽 還好多飯呢 是 對不起 短線了 短線了幹 蛤 什麼短線了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嗯 好 呀